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西学东进的本质是什么 那我要分几个问题去讲 首先我要跟大家来重申一下什么是西学 然后再来看一下西学为什么要东进 然后我们再来看西学东进之后 对远东这个2000年一成未变的社会 带来怎样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远东的儒教帝国 是如何对西学东进行反应的 最后我来进行总结 所以我今天是讲这个东西 因为是纯理论的 可能有很多地方有问题 请各位多批评执政 总之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下面来开始讲西学 那么西学是什么呢 是不是位于西方的学科呢 不是没有这么简单 我在本周五也就是2020年10月2日的直播之中 我讲的是东西二元价值观 澳元世界观下的东西二元世界观 是中华核心中华轴心史观下的天朝挖地事业 那么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东西方的概念是中国人 或者说是那些位于文化袜底的人 对于西方的一种反抗反击或者叫反应 所以这个西方我们不能理解成 它方位上是从西方来的 应该看它的高度 如果从高度上看西方文明 也就是主流文明 它不是表现在它的器物上 也就不是工业文明 也不是表现在它的时间上 也就是现代文明 它既不是工业文明 也不是现代文明 而是基督教社会的文明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 不断更新 纠错和升级人力的文明心态 这个才能成为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的主流文明 所以西学从本质上看 它还有一个特征是 它必须具有一种不断升级 不断指导人类前进方向的指引能力 它有一个引导未来的人力 那请问你卢教的社会的这个文化 可以吗 不可以 是吧 你自己还在粪坑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到 跟这个西学概念相对的东学 它其实不是单指 华萨的儒教文化 或者我们讲的中华文明 不是 如果把这个东学 东看成一个方位 看成整个亚洲的话 它有四个文化 我在直播中讲 这个四个文化也是一个梯度 从近东、中东、南亚再到远东 它们分别有伊斯兰社会 印度教社会 佛教社会和儒教社会 而儒教社会是位于 亚洲四个文化梯度梯级的最低层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下 就是在整个亚欧大陆的 所有的社会形态中 儒教社会应该是比较低的 那么它其实还是比一个社会上面要高一点 我们客观地去看 比哪个呢 沙哈拉以南的黑非洲 因为沙哈拉是一个很大的沙漠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 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很难走过的 所以黑非洲的社会形态是非常原始的 就今天的金巴布维亚南非这些地方 所以卢教社会跟黑非洲可以说是整个亚欧大陆的文明瓦地 但是我们客观地说 卢教社会的文明层次是高于黑非洲的史前状态 黑非洲是纯粹的部落文化史前状态 而卢教社会已经有复杂社会 已经有荣原文明天气的使用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你卢教自己带来的 它也是在历史过程中 西学东建的结果 你也是从西方来的 铁器也是从西方来的 农业很多的作物也是从西方来的 包括佛教提供你卢教的价值观 世界观也是从西方来的 其实你在这个两千多年中 你一直从西方来吸取营养 来巩固你这个卢教的专制帝国 但我们还是要看到一个问题 我如果喜欢横向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另外一个社会 被地理隔绝的美洲土著社会 它的文明层次跟卢教社会比较 我个人觉得比卢教社会还是要低的 美洲土著社会跟黑非洲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 为什么 因为它被地理隔绝了 这个倒不能怪人家 它不可能从旧大陆在哥伦布之前 获取信息或价值资源 它是不可能获得的 好 那么所以呢 我把这个整个文化梯度讲完之后 来对于西学进行重结 我在 在我本人的眼里面 西学有四个层级 它文明层次是由高到低的 最有价值的是基督教社会 它的神定秩序 是圣经提供的本体论和世界观 这个是宇宙的超大宏观的和超验的尺度 这是最高层级的东西 本体论 第二个是它的价值内涵 其次是价值序列或者叫价值秩序和道德观念 这是人类社会的尺度 第一个是宇宙尺度 宏观尺度 超验尺度 第二个是人类社会的尺度 指导人类社会形成有序的社会 它需要什么 价值序列和道德观念 第三个层级是 社会制度与人际关系 这个其实已经是方法认成绩了 我们该成立一个怎样的政府 我们反对君主战志 我们要司法独立 我们要民主选举 这是什么 方无法认 最莫等的是西方社会的科学和技术 这个用福泽预计的话说 就是器物层面 所以在学习西方的时候 日本人很快发现 他要学习更有价值的什么 社会制度 当然他没有看到 基督教社会的真正最有价值的地方 是超验的尺度 是他的精神长度 这个福泽预计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他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在讲日本的专题中 最后一集提到过 日本是要第三次脱亚路 我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 西学为什么要东进 他带着西方不好好的 为什么要来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 很多保守派都有这个观点 你在你西方传你的基督教 你到我这边来干什么 我们皇上不需要 天桃地达五国 啥都有 其实这个是天桃人的一种 井底之蛙的一种看法 为什么 因为文明是液态的 文明是要从高往低传播的 根据文明传播定律 谁总结了 唐英明 在历史研究中总结了 根据文明传播定律 高级文明会自动的流向低级文明 比如举个例子 地中海 它在中世纪的时候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在罗马帝国 包括在后面欧洲中世纪的时候 它都是文明的中心 地中海世界一直向群山环老的亚洲 包括西亚 南亚和东亚 输出文明 它输出的不但有制度 还有它的文化 还有它的价值观 所以第一级文化 它是很难去防止高级文明的侵入 因为人都是可以去找一个更好的东西 比如说你采用西方的技术 你本来是中医母地 可以收200斤 你现在可以收500斤 你当然会择有选择 你怎么大家都会想到去改良技术 对吧 但是第一级社会 它的统治者却不这样子 第一级社会的统治者 如果是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大家庭 他要笼赚社会权利 他肯定要阻止 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所以他会找出各种借口 来反抗高级文明的传播 这就是后面1840年之后到现在 180年过去的中国社会始终在抵御西方最有价值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价值观层面 超验层面 信仰和宗教的力量 但是第一级文明 它无论文化 无论怎么反抗 它最终都难免被高级文明通话 它如果是抵抗到底的话 那有可能就像美洲一样被彻底的消失掉 也有像日本这样 发现西方文明比东方所谓的儒家要领先几个层级 它立马要做出反应 我们要学习西方 这主动反应 但是这种过程中也有反例 也有举一反三的 文明不是只是朝前走 学习过程中又退回去 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很多都先后成为文明国家 比如它的美洲殖民地 大洋洲殖民地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现在都是文明国家 但也有反例 像黑非洲的 南非、金巴布韦这些国家 它又退回去 莫桑比克 又退回去 又变成黑非洲的那种传统模式 所以人种和宗兆是 决定文明能否被接收 能否被消化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类影 黑非洲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 所以人类要思考这个问题 而东亚 已经有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 这样的地方 被西学、东建 逐渐逐渐的改变了 也有退回去的 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香港社会退回去 香港社会退回去的是因为 香港人没有认识到 西学跟东学之间的巨大差距 香港人被这种家国情怀给绑架了 他们忽视了自由的重要性 香港人为此付出代价 当然还有他们后代 几代人的努力 全部复为抛营 这个里面在东方社会转型之中 比较常见的模式 就是殖民地模式 一般被西方殖民过的社会 它总归会好一点 比那个没有殖民过的 要好很多 像这个新加坡 像马来西亚、印度里西亚 它都是被殖民过的 菲律宾 那么没有殖民过的 一般来说是要差很多 它对文化改造是不够的 其中有一个巨大的反应 是在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反应 就是日本 东亚的日本是位于东方的尽头 远东的远东 它在文明化那个T级中是最低的 卢教的边缘 但是日本却在19世纪末期 来了一个闲鱼翻身 来了一个翻身杖 甚至在20世纪挑战美国的霸权 所以日本的崛起是一个 值得所有社会学家去好好研究的 好我们就说这 我们看看第三个 我想讲的是 文明世界是如何改造 两千年如一日的远东如教帝国的 我们要看到这个 卢教帝国的所持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卢学 传统的卢学没有我刚才提到的四个层级 它没有基督教社会这么众生的广度 既有本体论 又有世界观 又有道德人民 又有价值梯度 又有社会制度 又有人际关系 还有科技 没有 它没有这么复杂的东西 那么卢教它所具有的东西 主要三个 一个是它的人理关系 人理关系就是人际关系 只有人际关系很简单 等级礼教 就那么几个字 中法人理等级礼教 那么还有一个是它的道德观念 它的道德观念呢 伦理 绑架 人身衣服 专制 控制和卢役 这是卢教社会的一个常态 你好好地研究一下 你在任何的 中国大陆的各个单位 不管国企私企 你在家庭也好 只要它不是信主的基督家庭 它都有这样的问题 人生的卢役和依赖 绑架和反抗 它都是这种矛盾 这个天朝的家庭人理 它要把儒教破了 要注入基督教的这种家庭人理 这是很难的 这是非常难的一步 需要几代人 还有原来是它的社会制度 专制 两个字 专制 它专制到什么程度 它大大小小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是专制 它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它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东西 所以黑格尔说中国人内心一片黑暗 为什么 它被卢教支配 所以孟德斯就在润法精神上说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 专制的国家 专制的手段是恐怖 专制的目的是沉默 沉默 当然大家都黑了 所以大师就看到你的核心问题了 所以在文明世界对付远东这种固化社会的时候 说实话 文明世界还是用文化自我的扩散去影响它的 政府行为手上其冲 然后也有传教士行为 其实我们要看到了 传教士行为其实在前面 对吧 传教士是从十六世纪就来了 明朝末期就 中期就来了 尼玛洞1583年来华 国启进1594年来华 马里逊1807年来华 马里逊来华比另外一个来华的人晚十年 这个人就是英国的勋爵 马嘎尔尼 马嘎尔尼1796年来华的目的是跟大清通商 他甚至自己去承德 经建了前皇帝 但是却在这个礼节上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个清朝方面就要求马嘎尔尼要权贵 双西造地 为什么 因为你建了是天朝的皇帝 天朝皇帝是天下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天朝上国 所以马嘎尔尼就不同意 马嘎尔尼说 我们英国人 我是有爵位的 我见女王都不会贵 我们英国人只贵上帝 只贵女士 不会贵女就皇帝 贵女士求婚那时候贵 对吧 所以这个就没谈成 那乾隆也不高兴 我们天朝啥都有 不需要你来跟我通商 还给那个英姨 女王写了一封信 当时在位的是谁 维多利亚女王嘛 是吧 所以这个很令人搞笑的东西 又过了四十多年 英国人觉得跟你谈 跟你谈听不懂 为什么 击对押讲 你说大英帝国当时是什么 组络帝国 是吧 其实说实话 这个我不是今天想讲 后面就是 鸭片男人被迫拉入 殖民体系 但南京条约是个好条约 南京条约里面 还有英国政府要求 大清政府保障人民的人权 和私有财产 你们好好看一看 所以我曾经说过 南京条约是中国第一个人权法案 是国外人给你制定的 这是他的官方行为 还有呢 民间行为 民间行为是什么 西方传教士可以开始 陆华传教了 其实在此之前 马里逊就来华传教了 新教的传教士 1840年之后 传教士来华成为合法了 一时间西方传教士 在华夏 种价了文明的火种 比如著名的伯格里的 石门坎奇迹 就是那个时代 上帝在天朝所做的功 这个天朝应该是 他的反义地狱 所以最有价值的 我觉得是这些传教士 兰华传教 他带来了西方的文明观念 带来了文明的秩序 他的本体论和自然法观念 他们还在天朝 修了很多的教堂 医院 学校 注意了 这三个是干什么的 一个是医治你的灵魂的 教堂 一个是医治你身体的 一个是给你培养 文化人培养下一代的 那么这个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结果 在六十年之后 加拿大纸 就是根治思变 待会再讲 那么除此之外 难道西方传进来的 只有这些好的东西吗 只有传教士传进来的 这些好的吗 没有 还有什么 坏的东西 革命浪漫主义啊 是吧 左派的垃圾啊 所以西方左派的思想垃圾 共产主义 也传入了 华下 那么在此 至此之中我们要提一个 就是英国退去之后 美国接替了文明世界 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先后四次拯救天朝 结果天朝是怎么回报美国的 是吧 就是一个典型的龙夫和蛇的故事了 我们再看看 第四点 晚期儒教帝国的反应 为什么会反应 因为他受到了文明的充值 他有对抗 他有不同观念的碰撞 这个总体上讲 远东的儒教帝国 在先进文明的刺激之下 是禁一退二 被抽一鞭子 往前挪一步 但是如果不抽了 他要退后两步 三二光走一步 不三了又退回去 这就是 中国这一两百年的 一个大致的走向 你看是不是 我下面说四点 跟刚才相对 第一个是天朝的朝野 用天朝的朝共体系 华一之变 来处理国籍关系 这个叫死前社会碰撞现代文明 那将是一地鸡毛 就是前面所绕的笑话 理智 拟捷所谓的这些东西 第二个呢 是范贱早抽 他不断的作弊 不断的抽老千 以为西方人好骗 经常是签了合约 然后又翻脸 觉得西方人好骗 我们先看他签了 然后我们再翻脸 等我们翅膀硬了 先韬光养晦 然后再怎么样 战狼出击 他们出击的是义和团 这个其实从清朝开始 不是从清朝开始 华下人就是个料性 叫什么 穷则韬光养晦 达则战狼出自 所以这个范贱早抽很多次之后 被打成残废了 才发现 我们要学习西方 为什么 西方的这些枪帽太厉害了 大清的弓箭是吃不消啊 我们要干什么 养物运动 学习西方 注意啊 这里采取的还是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 急功近利 和实用主义的思想 所以他们用洋务运动 去造枪造炮 同时学习西方 民间也学习 不但你官方 你说民间在洋务运动的时候 他们怎么学习的 西方不是有个基督教吗 不是一个拜上帝吗 咱们来一个拜上帝教 你们知道叫什么 太平天国嘛 太平天国是一个典型的民间学习西方 急功近利的一个例子 它带来的是人力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运动 它导致了1.2亿人的死亡 好了 这个学习西方在1895年的时候 却画了一个句号 为什么 你学习西方 学的是枪炮 日本人也学习西方 但是人家学的是制度 所以远东这两个徒弟开始碰撞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1895年的甲午海战 这个甲午海战把北洋舰队苦苦经营了 这么多年的北洋舰队全部喂鱼的 这些人 大清的遗道遗上发现 包括奴教帝国的遗道遗上发现 社会制度是有问题 他们一直不承认奴教社会有问题 奴教很好啊 为什么很好 因为他在台上他吃冷血馒头 他吃的当然好了 你天天有大肉包子吃 你当然说好了 被吃的人不觉得好 这个时候才承认 社会制度有问题 所以又搞了什么 戊戌变法 白日维新 根本就搞不下去 是吧 阻力太大了 而且可以说是 维新派改革派是付出了 城中的生命代仗 但是这个巨大的帝国 是推不动的 包括领导革命的 领导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 他本身就是颅棍 他怎么去带来新的变化 这是一个以为正为的问题 所以这种矛盾交集到最后 天到人破罐破摔 咱不搞了 我们把所有的洋人搞出去 他就是反对文明扩散定律了 你们不要来惹我 惹我我要向你们宣战 知道什么事了吧 1900年梗子事变 义和团喊出了福清灭羊 慈禧太后喊出了 向世界各国宣战 杀公死 杀传教士 杀信徒 当时那些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800多个传教士 在中国被杀 还有3万多信徒 这其实是触及到了 矛盾的根本问题 注意了 义和团运动是当时 整个矛盾的核心 你不知道你没听到 听清楚了 因为这是基督教文明与食人族儒教之间的直接碰撞 这个碰撞的结果就是食人族把基督教文明一吃 耳光 一扫耳光 蟑螂死光光 那么这个呢就是 一百年之后 整个华夏 进入了一个倒退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脉络 所以呢 晚清最后是撑不住了 这个朝代玩不下去了 来了一个中华民国 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他们跟民跟中华都没有太多关系 他们是西方最末知的东征教社会和公产左派意识形态 结出来的马列主义的一个场景 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共和国都是苏俄的儿子 都是专制帝国的延续 而且他又具有现代极权的性质 你能说他没受西方影响吗 本朝受西方影响最大 但是他又不受西方影响 他是个矛盾的结合体 好了我开始总结了 西学东建 它的本质是 第一大发现以后 全球化开始后的文明脉动 基督教社会的文明 对食人族儒教社会的文化扩散 由于文明层级的差距过大 卢教社会在2200年的巨大的历史惯性中 增长 对高级文明水土不服 所以卢教社会还是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而西方文明却被这种假象给迷惑了 反而被中国的病毒 被卢教的病毒所感染 我现在前两天写了一个推 我帮大家读一遍 现在全人内需要警惕的是 中国病毒有两种 一种是中国制造的病毒 这个已经在全球造成 3500万人感染 100多万人死亡 还有一种是看不见的病毒 剧毒的支纳儒教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腐蚀不信主的地球人 让人性的罪恶发挥到极致 我下面用罗马书来终结我的今天的分享 罗马书第13章12节到14节 就是当年奥武斯林读到之后 信主的那一段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想行在白昼 不可荒厌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真敬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死云 阿们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潘卢谈新读家的 第三部分第一集 西学东京的本质 我们下期再见 好感谢